最近有人发现中国国防部长李尚福 有两个礼拜没有公开露面了 引发美国官方的注意 他最近一次露面呢 其实是在8月底的时候 而且是在中非的和平安全论坛来发表演讲 传说李尚福疑似涉嫌贪腐严重的违法纪律 所以他被消失了 那么美国驻日大使就在X平台上面提到 他说什么呢 他说习近平的团员 就像是英国侦探小说《无人生还》里面一样 先是秦刚失踪 再来习近平的王牌军火箭军司令员 然后呢就是国防部长李尚福 而他文章中也提到 究竟是谁会赢得这场失业竞赛 是中国青年还是习近平的幕僚呢 并且在文号标志 北京大楼里面的神秘事件 讥讽中国的内讧真的就是无人生还 那么先来看一下刚刚提到被消失的高官的背景 先是中国的前外长秦刚 他呢本来是官路备数看好 但是他呢也是被习近平视为是得力助手 后来就是卷入了婚外情 还有间谍的丑闻 失踪之后7月就被拔掉官位了 而外长换成丸利 那么现在呢他到现在还没有露面过 再来呢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火箭军司令李玉潮 那李玉潮他因为疑似贪腐 而且还有泄露机密 7月呢突然呢就被解除了职务 还有首任的司令员魏凤和 魏凤和呢他是习近平出长军权之后 霍靖身为上将的第一个人 结果呢他3月其实卸任国防部长之后 就再也没有露面 外界认为说他可能是出事了 火箭军团让大家觉得好像被团灭了 那我们刚刚就提到 今年才上任国防部长李尚佛 他的背景也是很硬 他是红二代父亲又是老红军李少珠 这里说官位应该要很顺遂啊 如今他一直都没有露面 让人家担心说会不会下一个目标就是他呢 保留还不检掉 com一个人都没有露面 祇оз了